小金人的第二集访问 继续坐在我旁边 刚才再次欢迎蔡金强先生 是Oscar的 刚才Oscar说了他对环球 起码香港的前景的看法 Oscar 我再想问一下你 对环球经济 包括你刚刚从大陆回来 经常回大陆的 就是环球经济 大陆经济跟了下来的看法 好像是一般的 都是比较悲观 我上次都说 其实你明年的下半年 有可能滞涨 这件事其实发生的机会是大的 你看到物价是升到你不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街市 那我就有去街市 大陆还是香港 香港 香港现在一间猪肉是百多万 那是不是就是猪肉特别 我发觉海酸比猪肉更便宜 海酸是很便宜的 便宜一点 但其他的东西是非常贵的 因为你猪肉的制品 你也有很多东西 包括你吃一些余吞 或者其他东西 你也有猪肉制品的 其实是非常贵的 几十个百分钟的 几十个百分钟这样升的 其实你再加上你前一两天 沙特阿拉伯又号称那些石油设施 给人用几只无人飞机都可以弄到炸到 每个一半 是啊 都是吹水 是啊 油价又一天之内升了这么多 那如果油价又升 猪肉价又升 其实你的CPI就是上天 但是油价其实是temporary 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感觉现在 那个 也门的 那个民间的武装 用几架飞机 是啊 可以打垮你 都可以垮你的话 那明天他都可以飞十架小的飞机 载过去的 是 其实沙特阿拉伯自己就根本是想石油贵 因为他那个 那个就是沙特阿美石油 他本身想上市的 嗯 那你其实性对他有什么坏处 所以你如果有人炸他 他觉得不知多开心 是啊 OK 他觉得不知多开心 那炸的话石油又不会消失 但油价可以升十个百分钟 我们我不知道这集出街那个美国 那个息后怎么样 但是似乎Donald Trump就说要减息 接着你说全球经济 大陆刚刚出了个数据 什么工业生产值有下跌 接着消费固定投资 好像都在下跌 是不是 其实今天股市比较差一点 星期二 其实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都是 昨天出的那个百业数据 那你说是不是很差呢 其实就不是的 那就是工业生产增长呢 其实就差一点的 那个只有4.4还是多少 4.4 预期是5.2 预期5.2 这个其实就比较大压力的 其实剩下的数据里面 这一颗是最差的 是 那就零售其实是不错的 零售 其实零售 社会零售总额呢 增长是7.5 嗯 上个7月是7.6 但你如果扣除了汽车之外呢 其实是9.3的 嗯 那颗数据其实挺漂亮的 嗯 所以其实现在呢 嗯 零售是 还顶得住的 嗯 嗯 固定资产投资呢 我记得是5.5左右的 嗯 那都是跌了 跌了少少 差了少少 差了少少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就 就又不是说很大件事的 那其实你向下是正常的 你德国都是向下的 你周围都是向下的 负利率还 哈哈哈 其实现在你是 负利率 其实你现在很强 你应该是奇迹来的 是 那所以我就觉得都 都勉勉强强 但是整体经济的展望是很差 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 就是在未来6至12个月 全球又要减息 那这个其实肯定是吸毒 其实这个时候再减息肯定是吸毒 但是每个国家现在都顾不到这么多 这个对股市和资产的正面影响 可不可以完全冲销了 经济疲弱 和需求疲弱 带来的负面影响 你觉得你会不会 你自己预测 股市其实就不 未必会太差太差的 但是经济就真的会 挺差的 是 经济你现在 你说全球是不是 除了美国好些之外 其实现在 谁敢出来说他比较好呢 你念韩国 大家都觉得韩国很劲 又有这个发明那个发明 其实韩国的经济数据 出口数据就坏得爆 刚刚我们讲新加坡 就讲到好像是威威威势 是 新加坡上个月的出口 我记得都是跌了双位数 是 新加坡的GDP都是很低的 是 其实好像是跟香港 我记得是差不多的 是 增长 是 所以现在澳门 我们隔壁论四 是 是 澳门的经济都是 GDP都是差到偶的 是 是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全球现象 是 但其实我觉得美国GDP 都是2.3%之间 其实美国又不是那么差 是吗 美国算是可以的 那当然了 他要全 他把那些毒性散给全球 然后他那些东西 你那些东西全部贡献给他 他当然好一些 但是如果是美国OK的话 那是不是全球都不会差到去哪里 因为他是火车头 但问题是现在 你谁卖东西给他 赚了他美金区就翻你桌 嗯 OK 是吗 你说贸易战 哎 现在人家说明年 可能大陆的GDP 可能是破绿 破绿 你觉得是不是很大件事 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 如果是5.8或者6 其实有什么所谓 嗯 其实没什么所谓 嗯 其实我觉得 以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 其实他如果是 就是风险控制是得当的话 其实你就算5.8就是5.8 嗯 还有你现在被人打紧 嗯 其实你如果是5.8 5.9都可以 反而人家不要 就是 暗示无忌惮又帮助 又做一些很伤害自己身体的东西 但是大陆都有放 那个存款准备金率 有有有 好像都有反应 他有严控的那些钱 是流入去 那些 capital intensive 那些色彩 就是你好像地产 或者其他东西 嗯 所以都没有解释 但是他至少看到他不是很 事无忌惮 毫无底线这样去放 现在你觉得是不是 进入衰退 或者是你说差 但是未到衰退 还是是的 我们现在无论是美国 或者是大陆 未到的 未到的 只不过是slow down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到了 就到衰退 我觉得你一两季度应该到很多 那些经济体都陆续了 就是那个增长是负数两个季度 那个定义 差不多 其实你得过的话 单一的话 我记得常季度是负0.3 还是多少 那你如果加到一个季度的话 就齐章 一定是齐章 一定是齐章 好像打牌那样齐章 就够了 就是你觉得是全球 都是进入衰退的边缘 是啊 边缘 有些其实已经是很浪漫一脚的了 你欧洲的话 其实是很浪漫一脚的 那港股算不算高 如果是二万六千多 就是我们现在星期二的收市价 其实我自己觉得 如果是衰退 MACI 中国或者是 恒指的CEI 其实就 其实我觉得那个支持会大一点的 其实恒生指数我觉得还有下跌的 那本地股那些 其实肯定是有下跌的 其实肯定是有下跌的 其实你好像地铁那些 还是很高PE的 是 它那个dividend yield 都是两这几 那之前大家当日保而已嘛 OK 那你那次煤气 是 那煤气其实都是两年多 之前又是有一个美丽的 不会就是觉得 经济差了 那些人都要洗澡都要吃东西 那用煤气怎么会少呢 上个季度它就少给人看 上个季度还没有 就是这三个月的 示威游行暴动 那它就一定试了给人看 就是何为公用股 经济差的时候 大家就是 没有公用可言的 那你觉得港股是 如果是纯指数的话 还有很大的下调空间 我不敢说 极大 但是你说三几千 因为你就这样看下去 你就知道 那些东西都还是 络不了手 就是你好像煤气 你好像地铁 它有多便宜呢 六十个百分钟 那这里又有大压力 那欧洲呢 就是它英国老家那边呢 是吧 英国那边 你又脱欧 英镑又跌到什么都不认得 是吧 那这些不是就见底了 那所以你 那你再入面 AIA 那你都是靠大陆的人来香港买保险 现在没有了 那现在又少了这么多 那你入面还有一只 是非本地的比较大的 你像腾讯 那腾讯现在 就是IT公司又有一个 大的business model的变化 由以前的绝对龙头 变成分红业的龙头 所以对腾讯这些 旺者其实又有影响的 那所以见到每一个 每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你都有downside的 但是譬如香港的房地产股 都很便宜的 现在跌了这么多 就是那些大那种 其实你豪卫便宜的 你身体也110多而已 我对身体是比较有好感的 因为我觉得 这个 就是这间公司是 一个比较有社会负责任的 那就是 对股民各方面都好的 那其他 就是我们撇除了其他东西 那住宅老板你觉得是 其实未必说会 即时崩盘的 但是你工商铺 还有练售 就是零售那些 确实不行吧 明白 好 我知道你说哪些不行了 那哪些可以 你刚才说 是和中资固有关的股份 你中资的那些 哪些 医食住行那些 不会太差的 例如 差不多印度的四倍多 嗯 德国的都是四五倍 嗯 是吧 即整个国家 我记得 他每一样东西 单一的消费 都是占了世界很大的比重 嗯 那他就算 我有时候说半个笑话 就是他再孤独 他都占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自己的朋友 是吧 他有多孤独啊 是吧 他有多孤独 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自己的朋友 是 那他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是十几亿 都是自己的朋友 是吧 是 所以他其实医食住行的东西 他不是太差 你好像海底撈 是吧 你好像美团这些 是吧 就是你好像拼多多这样 那你向上消费升级 又是一个生意模式 向下发展又是一个生意模式 所以你既有阿里巴巴的这些 就是网上零售有多好 你拼多多 其实他向下滲透 去给一些乡镇啊 去给一些五线城市 其实他都撈得不错的 但问题是你说 即使海底撈 我说的662 他现在说的市盈率 都三四十倍了 就是价钱就真的很漂亮 没有什么跌过 这些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大陆的消费股 都挺overbought呢 就是 其实你 海底撈 我自己都觉得是 挺贵的 有没有贵的 但其实他有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他二十几三十倍的 那些东西其实有多的 是吧 有几三十倍 而那个盈利增速 我不是说海底撈 就是很多消费品股 假设盈利增速有比较稳定 而可预测性又比较高的 20%的话 20%的盈利增速去支撑一个 20倍出头的PE 其实他又不是很夸张的 明白 还有这个东西 他又完全是不需要理你美国人 说什么是否制裁 制裁 制裁就是制裁我 我打火锅 你就制裁我 是 但是你之前说的那几个内房股 是不是都可以继续看好 哪些 你说过有时代 合景泰富 奥元 那些 就是比较异善 是的 但是我有一些名字 我有点变化的 但是那个逻辑 上次就除了一家 出了小事就新城 新城 那他老板很不幸 有一些官非 我们不评论 那官非的东西 你不能去计算 他现在是不是换了 他的儿子做了 其实他的儿子是表现得挺好的 是的 什么是他的儿子做 他的儿子做了Chairman 他的主席是不是换了营 现在 没有 是的 那现在是比较喜欢中型的 中大型的地产股 中大型是什么 就是 销售大概在11至30名 是 然后销售增长还是很强的 20几30% 然后财务中方是比较强的 哪个 哪个 然后以前有少人炒的 哪个 那就是好像世贸 世贸 你好像合景 合景 甚至时代这些都不做的 科研我就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有炒过 是 甚至上美的置业 甚至上Lorgan 龙肝 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符合同一个种类 大概是那3、4个quit area 是 那为什么不选一些超级大的 那些前几 因为现在整个国家 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 挑战的时候 是 那你如果太大 太有钱 很容易被政府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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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中你的 夹中你的 那个效果有可能 比较麻烦的 明白 因为你都要做些贡献 明白 那所以这些最好就是这些 悶声发大财 是 那你又大大地 你增长又不错 刚刚说的那些公司的股息都很高 大部分都有6至8厘 嗯 那之前因为又不是很多人炒过 那其实他的单测又不是很多 那今时今日的时势 那你又不敢太奔放 明白 那插着这些 其实你输就有个谱 那你每年斗它6至8% 股息其实都不错 那 好凤贵P 都挺便宜的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的 那我们再多 因为 有时间吧 有 还有很多观众问题 我都明显开始问 有些过股的问题 有些 尤其是香港的楼市的问题 很多人都想知道 下面应该一两集 我们继续和Oscar再谈 打算 就会面对 有什么东西 護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